圣河西警方今天宣布他们于上周一逮捕了一名怀疑作案上百次的零售店偷窃惯犯 陈说家报道 圣河西警察之称 他们自2024年3月以来 一直对全市各地发生的113起零售盗窃案件进行调查 后来终于锁定了这名来自圣河西市的41岁男性嫌疑人Johnny Penner 该嫌犯被指从Hondipot Lois Dexporting Goods和Target等多家零售企业 偷走了价值数万元的商品 警方于上周一在圣河西市找到并逮捕了他 嫌犯现在因为盗窃罪被关押在圣塔克拉拉县主监狱 圣河西警察局局长Paul Joseph表示 这是一个公然无视法律的例子 让100多家圣河西企业门受损失 他对警局人员破获案件 并将嫌犯神之以法表示满意 这项调查的费用来自于加州和社区成交委员会 向圣河西警局提供的840万元不款资助 圣河西市长Matt Mayhem表示 零售店铺盗窃损害了我们的经济 迫使工薪家庭的消费者去支付更高的商品价格 以弥补商店的损失 也让人们没有安全感 Mayhem希望加州各地的执法机构 能透过更多途径来应对零售盗窃危机 26台记者陈说家报道 我会发生至胡亚颜色的诱链材 或我会发生于是啤酒的迷运